又一次被印度电影震撼到 上映不到两个月 评分镜超越萧生克的旧熟 教父等经典 16万人在权威电影网站 IMDB上打出9.4的逆天高分 即便算上打分人数等其他因素 电影也妥妥以140名的位置 成功入驻影史Top250 而在国内网站上 一页刷下来也全是好评 极度震撼直面苦难 嘲笑印度有1000个角度 唯独电影不行 前后今天要讲的电影 就是这部今年刚上映 被誉为印度版辩护人的良心佳作 节衣鼻目 故事发生在1995年 在当时的印度 人权平等根本就是一纸空文 各种冤假错案层出不穷 有些警局因办案不力 急需找人顶罪 便会提前来到监狱门口蹲人 出约的高种性人 他们不敢招惹 直接放走 而低种性人则被留下 做替罪羔羊 刚被放出来就又要关回去 在这些警察眼里 罪犯是谁并不重要 只要有人坐牢结案 他们的仕途就能一帆风顺 面对这种明目张胆的罪行 囚犯家属除了远远看着 什么都做不了 然而你以为这就是最惨了吗 很多人都不知道 在印度 低种性人还并不是社会的最底层 还有一种人 他们连种性都没有 被称为不可接触者 也被称为贱民阶层 这些人大多生活在社会边缘的部落中 从事者最肮脏低贱的工作 连基本的人权保障都没有 因此他们常常是执法机关 肆意践踏的对象 好在印度还有一群 心怀正义的律师团体 其中的领头人 是有着罪恶克星之称的 钱德鲁律师 他不畏强权 在法庭上揭露警察 胡乱抓人的罪行 在泰米尔纳德邦 有7000低种性人被捕入狱 但经过调查 逮捕记录却漏洞百出 有的犯人明明下午4点才出狱 却又在下午2点就已被逮捕 在他的距离力争下 法官最终同意重新立案审理 这无疑给了警察系统 一记响亮的耳光 局长找到他 想要私下和解 询问他为什么这么痛恨警察 而他表示 印度高种性人 穿金带银 处处高人一等 低种性人 至少有法律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 而贱民阶层 却没有户口 没有土地 只能在地主家的田里 抓老鼠打打牙记 这位黑格 就是贱民阶层最普通的议员 他没有任何更多的欲望 只想要靠自己的双手 为妻女和即将出生的孩子 建造一间能遮风挡雨的土砖房 他虽然地位低下 却对未来充满希望 然而这天 镇上的议员家里闹蛇 黑格被叫去镇上抓蛇 谁也没想到 这一去 会给他们一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这个印度小哥是当地最牛的捕蛇人 再狡猾的毒蛇 也难逃他的法眼 只见他伸手轻轻一抓 一米长的眼镜蛇 被他轻松揪了出来 他一直拳头上下摆动 吸引蛇的注意 另一只手绕到后方轻轻一按 这条凶猛的眼镜蛇 就这样被他降服 议员见状让他赶紧把蛇杀掉 但黑格却狠不下心 事后议员着急外出 不耐烦地要施蛇小费 黑格连忙拒绝 还表示大家都是一个村的 这点小忙不算什么 一番好意 结果对方却是这样回应的 对他来说 这样的骑士 黑格早就麻木了 作为比低种性地位还低的贱民 在印度甚至连当人的资格都没有 没多久 黑格妻子的肚子越来越大 为了养活一家人 他决定去工地搬砖 但就在他走了没多久 议员家里又闹贼 珠宝被洗劫一空 虽然案发现场出现了烟头和其他指纹 但议员老婆还是认定 之前来捕蛇的黑格就是小偷 在议员的施压下 督察当晚就带人闯入黑格的小茅屋抓人 黑嫂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吃了一个耳光 其中一个警察还趁乱将屋里的钱顺走 因为没有发现黑格踪迹 其他直系亲属也惨遭逮捕 他们被粗暴地拽上警车 关押在阴暗的牢房里 被乱棍殴打 甚至连孕妇都不放过 因为没抓到主犯 上级不断给督察施压 被骂得狗血淋头 于是他扩大抓捕范围 抓了黑格的姐姐 直子见状赶紧上去阻拦 直接被当成同伙一起抓了回去 等待他们的又是一轮毒打 与此同时 黑格因为想家提前从工地离开 此时他还不知道家里的变故 满心欢喜地走在街上 结果被提前埋伏好的人逮住 死死摁在墙上 面对突如其来的指控 黑格哭诉着自己不是小偷 但好不容易抓到他的警察 怎么可能会听 暴揍一顿后将他拉去警局 黑嫂被释放 但弟弟和姐姐直子却被当成共犯 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 印度最惨无人道的酷刑 在印度警局 有种专门针对不肯招供囚犯的酷刑 两根大拇指绑在一起掉到半空 一边好问一边殴打 警察还会将辣椒碾碎 涂抹在犯人伤口 就连女犯人也不能幸免 被侮辱是常有的事 这些人并没有犯罪 却被警察当作替罪羊 仅仅是为了尽快结案 可没做过就是没做过 黑格等人强忍痛苦 死活不肯承认自己偷东西 苦苦哀求下 警察才勉强放了姐姐 第二天 黑嫂过来送饭 发现丈夫被吊着 吓得尖叫起来 老警察将奄奄一息的黑格浮出来 他遍体鳞伤 全身没一处好肉 弟弟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 劝黑格干脆顺了他们的意思 认罪算了 但黑格却还是摇头拒绝 他说伤口几天就能痊愈 但小偷的罪名会跟着他们一辈子 黑嫂忍不住哭诉了起来 大声咒骂不公 结果引来督察不满 上来就是一脚 随后抓着黑格的头发 强行拽了回去 老警察实在看不下去 给黑嫂指了一条名路 让她去找有权有势的人求助 然而几次拜访都吃了闭门羹 回到家的黑嫂又接到一个噩耗 警察告诉他 黑格三人越狱了 声称有三个目击者 亲眼看到黑格逃跑 还拿出了珠宝被荡掉的证据 现在所有矛头都指向黑格是罪魁祸首 黑嫂不相信丈夫会做这种事 却也无处申诉 好在惊人介绍 他找到一位专为底层人民发声 不收一分钱的正义律师 他就是前面提到的钱德鲁律师 黑嫂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钱德鲁一听就明白 这又是一桩冤假错案 但现在人证物证都有 所有证据都表明 黑格就是这场盗窃案的主谋 而越是这样 钱德鲁就越觉得不对劲 一切都太过天衣无缝 跟提前安排好的一样 钱德鲁决定接下这个棘手的案子 可要想翻案就是再打一次警察系统的耳光 他们一定会极力阻止 毫无疑问 这场斗争的难度是翻倍的 他是被称为印度良心的正义律师 专为底层人民辩护 却从不收钱 现在他接到一件相当棘手的案子 警方伪造人证物证 陷害了三个无辜百姓 想要翻案 其他人都觉得不可能 案件将在三天后开庭 钱德鲁四处搜查线索 一一拜访证人 还真让他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在开庭当天 钱德鲁找来目击者出庭作证 他们对答如流 声称亲眼见到黑哥三人越狱后 找医生开了处方 然后在药店买了药 在强有力证据面前 辩方律师要求立即驳回本案 督查纪人以为胜券在握 忍不住笑了出来 可就在这时 钱德鲁提出传唤记录此案件的警官 问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的问题 警官蒙了 半天回答不上来 钱德鲁又问 药房到诊所的距离是多少 在哪个方位 结果还是一问三不知 钱德鲁趁热打铁 指控警官在说谎 调查报告根本就不是他写的 原来钱德鲁事先调查过 诊所药房的位置一个在东 一个在西 警局刚好在中间 试问哪个逃犯会蠢到在警局门前 反复横跳呢 警官等人哑口无言 先后承认自己做伪证的事实 最终涉案几人被判了六个月监禁 这次败诉 检察院和警方的脸面都给丢光了 但案件还远没有结束 辩方律师知道自己不是钱德鲁的对手 于是去求总检察长出山 另一边 警察们投鼠忌器 昏招平出 居然找到当地的村长给黑嫂施压 威胁要求他撤诉 不然就烧掉他家的茅草屋 面对恐吓 黑嫂不敢轻举妄动 第二天到电话亭打电话 寻求钱德鲁的帮助 然而情急之下 警察竟把黑手伸向了他的女儿 在印度 当街抢小孩的不一定是人贩子 也有可能是警察 几天前 黑嫂在法庭上的申诉 让警方丢尽颜面 于是采用这种卑劣的手段 把黑嫂请到警局 想要给钱私了 但无论警方如何威逼利诱 黑嫂都由言不尽 就在这时 电话响起 是警局总监打来的 命令督察立马放人 原来是接到电话的 钱德鲁找到高等法院投诉 这才惊动了警监 将黑嫂母女放出警局 不久之后 听证会如期举行 这一次 总检察长亲自出面 决定替徒弟找回厂子 他找来一个迷厂老板做证人 老板说有天 他接到黑哥弟弟打来的电话 对方真真 自己躲过了警方追捕 已经出城 等风头过去了再回来 希望他能把消息 转告给自己家人 钱德鲁以为 这又是个假证人 理直气壮地问老板 那你为什么不把消息 告知犯人家属呢 结果迷厂老板却说 自己早就把消息 告诉了黑嫂 见黑嫂羞愧低头 钱德鲁知道 坏了 连忙申请休停 回去后 他大发雷霆 指责黑嫂知情不报 而同行的部落老师解释道 他们担心没有律师 敢接这个案子 所以才隐瞒了这件事 但他很确定 电话不可能是 黑哥弟弟打的 因为他连数字都不认识 怎么会拨通号码 这件事提醒了钱德鲁 他顺着线索 排查电话记录 最终锁定了一个陌生的电话亭 经过长途跋涉 终于赶到目的地 找到了电话亭的老板大胡子 对方看黑嫂可怜 于是决定出席替他作证 在法庭上 大胡子指出督查三人 曾经占用过自己的电话亭 很明显 那通电话就是他们打的 面对审问 督查知道瞒不住了 只好坦白说 因为上级破案压力大 他们实在没办法 才冒充黑哥的弟弟 打了这出假电话 鉴于当地警察 在本案上屡次违规 陈对鲁向法官申请 更高级别的警察介入调查 很快 监察长老白开始全权负责此案 可警员们也提前串通好 关于黑哥三人越狱的事情 他们不是上白班 就是外出巡逻 一圈下来 没查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老白和陈对鲁商议后 决定扩大搜查范围 附近的警局 监狱 甚至死亡名单 都要一一排查 在几天的努力下 他们拿到了近期 无人认领的死者照片 女老师一张张确认 不一会儿 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死者正是他们苦苦寻找的黑哥 葬礼上 黑嫂心如死灰 大声痛苦起来 看着这一幕 钱德鲁也流下了眼泪 而另一边 警局督察知道事情败露 他找到总检察长 终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昏暗的牢房中 警察正在严刑逼供 可是不管怎么折磨 对方始终不承认 到了晚上 黑哥便一动不动 他们把辣椒面撒到黑哥眼睛里 他还是一动不动 因为黑哥已经被他们打死了 为了逃避责任 督察三人偷偷将尸体带走 扔到郊外 想要伪造成交通事故现场 在连夜把本来和黑哥 关在一起的弟弟和侄子转移 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去 可如今尸体已经被找到 他们最后的底牌 就是坚称黑哥并非死于狱中 于是在第二天法庭上 警方一口咬定 黑哥是越狱后遭遇车祸身亡 钱德鲁知道对方有备而来 于是找来值班的警察询问 根据警方描述 黑哥三人是晚上9点50月的狱 然后值班警察在10点10分 打电话给督察汇报此事 钱德鲁随后拿出警方通讯记录 根据记录显示 警员是在9点10分给督察打的电话 此后到天亮都再没有电话打出 跟警察的证词完全不吻合 很明显对方在说谎 铁证面前 检察长知道再拖下去 会伸出更多变数 提出想要庭外和解 但钱德鲁却不为所动 这起案件很快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底层人士纷纷赶来支援 抗议警方的暴行 就在这时 钱德鲁找到了一个 足以给督察定罪的线索 之前督察声称自己迫于结案压力 假扮黑哥弟弟打电话给迷场老板 可迷场老板和弟弟认识十年之久 不可能听不出来声音 再结合之前电话亭老板的证词 钱德鲁断定 黑哥弟弟是被督察几人胁迫 才打了那通电话 他们很可能现在还活着 于是他进一步扩大搜查范围 终于在外地的一个监狱中 找到了黑哥的弟弟和侄子 在法庭上 侄子控诉警方的暴行 他亲眼目睹 黑哥被打得奄奄一息 其中下手最狠的就是督察 黑哥之所以身亡 就是胸口受到他致命一击 肋骨刺穿了心脏 根据侄子阐述 当时弟弟也昏死了过去 他赶紧叫来警察 警员知道坏了 用辣椒粉涂抹眼睛 把弟弟腾醒 然后将他们两人单独关了起来 但这些陈述并不能说明 黑哥是死在警察局的 而随后出来作证的法医 提供了关键性证据 事件时 他在黑哥眼睛里 也发现了大量辣椒粉 一个活人 怎么可能忍受剧痛跑那么远 这只能表明 在涂抹辣椒粉之前 黑哥就已经死亡 这时老白走上证人席 根据这几天的调查 他已经找到珠宝盗窃案的真凶 不是黑哥 而是另有其人 原来 督察一开始就抓到了小偷 只不过收了对方贿赂 才把案子推到黑哥身上 铁镇面前 真相终于大白 最后三个施暴警察被神之以法 黑哥弟弟和侄子 分别获得20万卢比补偿 黑嫂货赔30万 住进了心心念念的砖瓦房 这部电影名叫杰伊比姆 根据真实案件改编 片名杰伊比姆并非片中人民 而是用来致敬印度宪法之父 比姆安贝德卡尔 律师钱德鲁也确有其人 他深受比姆影响 一身都在为底层发声 处理案件96000起 却从未收过一分钱 正义并非理所当然 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奋斗抗争 他会缺席 更会迟到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咸鱼 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故事 想看的电影 可以告诉我 我讲给你听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